大家好 我是瑞姐 我们都知道康熙皇帝一生有三位皇后 她最挚爱的是第一任皇后赫舍礼氏 历史过去了近350年 今天我们就去拜访赫舍礼皇后在北京的后人 满足七人后裔 史学满学民族学博士赫英毅老师 看看她的工作和生活的现状 他们家与赫舍礼皇后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赫老师你好 你好 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 对对对 我之前只知道您是赫舍礼家族的 但是没有真正了解您这个家族 我看过康熙王朝 我不知道您跟赫舍礼皇后有什么关系 我要说有关系 您肯定会说赫舍礼皇后长得不太漂亮吗 行相对不起老人家 您刚才说的非常对 我们的祖先确实是大家族里头的 实际是这样的 平时我不太乐意闹这个事 我一般就说我是满足赫舍礼士 但也有朋友会问到 就是我觉得祖上不管是谁 我现在是个普通人 所以我总是想我通过我努力的工作 别给老祖先跌分就行了 都不太愿意提 是这样的 我跟他们家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家也有家谱 赫舍礼士家谱 辽宁丹东奉城满足自治县赫舍礼士 我们这个家族怎么来的呢 确实是他们这个大家族这一阵的后裔 但是不是赫舍礼皇后的直接后裔 是赫舍礼皇后的堂弟 有一个寒都将军 清初的寒都将军 叫赫舍礼瓦尔达 是他的后代 他是赫舍礼皇后的堂弟 赫舍礼皇后是嘎布拉的女儿 而嘎布拉的弟弟索额图 咱们熟悉的索额图的九儿子 就是我们家的老祖宗 就是这个瓦尔达 所以说赫舍礼皇后和瓦尔达 是堂姐弟的关系 我们就是瓦尔达的后代 所以可以说赫舍礼皇后 是我们家的老姑奶奶 我们家的大姑 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也算是 这个大家族的后裔 而且我们原来也是在北京 一直在北京 当时我们家族呢 是归属于是整白旗 八旗里面的整白旗 但是后来呢 因为清朝宫廷内部的一些斗争 后来我们家族又被发配到辽东 老家辽宁丹东奉城 去镇守高丽大门 所以我们老家叫边门镇 所以我们家这个家族呢 确确实实是以前 也是这个大家族的后代 而且这个赫舍礼家族 历史非常悠久 在金朝的时候就有 金朝女真人就满族的祖先 金朝女真人就有这个家族 当时叫何氏烈士 你看何氏烈 赫舍礼 这个音很接近 对后来金朝的赫舍礼士 后来慢慢慢慢演变到 清代成为了赫舍礼士 而且赫舍礼士出什么呢 除了出皇后 还出学者 有些家族出武将 像复查家族 赫舍礼家族武将出的不是特别多 也有 但更多出学者 用我们蛮语说就是出大巴克西 巴克西就是学者的意思 出了好多大巴克西 你比如说索尼的父亲 索尼的哥哥 都是大学者 历史上的赫舍礼硕塞 赫舍礼西福 这都是很有名的学者 后来从康熙超以后 出了好多大学士 出了编书的人 文化人特别特别多 一直到近代以来 我们这个老赫家 出学者教授都非常多 我们家里都有很多 我的叔叔 我的二大爷 各个领域的教授 我现在也从事教育工作 当然我还很年轻 我还要努力 但就是这个家族 他是这么个特点 所以一代一代的 从清初传承到现在 康熙王朝里面 这赫舍礼皇后 好多人了解这个人了 我记得有一段情节 特别精彩 就康熙皇帝 当时晚年的时候 他当时去自己的 这个陵墓里面 因为赫舍礼皇后 死了很多年了 他去自己的陵墓里面 看望他的皇后 他在赫舍礼皇后的 那个陵前 深情地说了一段话 他当时这么说的 我可以给您再现一下 因为您问到 我这家族的事 他说 赫舍礼呀 你在这里等候朕 已经48年了 朕对不起你 你生的儿子应仍 朕立了废 废了立 始终没有成为大器 这都是朕的罪过呀 这段特别精彩 这段其实就演绎出了 他们俩的感情 赫舍礼皇后二十出头就走了 他们俩是十三四岁 结为夫妻 二十多岁就走了 过了四十多年了 康熙还特别惦记他 而且这个不是电视剧的杜撰 康熙皇帝到晚年身体很不好 曾经在自己病重的时候 给自己的儿子 就那个被废的太子应仍 写过一封信 那封信您看看 绝对不是一个皇帝 在给太子写信 他就是一个老父亲 一个恨铁不成钢的老爹 给自己儿子含辛茹苦地讲 我跟你妈妈的感情 你为啥这么不争气 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妈妈 当那张我现在看都想落泪 就看出来 他跟赫舍礼皇后的感情特别深 所以以前有人说 这个爱信纠罗家族 这帮皇帝 咱不管治国怎么样 感情上都是情种 特别特别投入 康熙就是个典型 所以赫舍礼皇后 是康熙的结发妻子 第一个媳妇 也是康熙爱了一生的人 虽然说康熙后来 还有别的皇后 从他对赫舍礼皇后 生的儿子应仁的态度 就能看出来 应仁那么左 我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 把他废了 后来康熙又把他立起来 给他找很多理由 又复立他为太子 但是后来实在不争气 康熙毕竟是康熙 不能把江山 交给这样一个混蛋儿子 自己再爱他的母亲 再爱他都不行 所以就能看出 他们俩的感情特别深 历史上就是如此 康熙一辈子就爱赫舍礼皇后 这赫舍礼皇后谁呢 是这个开国名臣 咱们说康熙朝的 四大辅政大臣之首 索尼的孙女 电视剧里说是 索尼的儿子索额图的女儿 历史上他管索额图 不叫爹 不叫阿玛 叫三叔 他是索尼的长子 嘎布拉的女儿 然后这个索额图 是他三叔 是嘎布拉的弟弟 电视剧里面可能觉得 这样叙述太麻烦 给他整成爷爷俩了 其实不是 然后他嫁给康熙的时候 当时也是个政治婚姻 因为索尼家族地位太高 影响太大了 所以是孝庄太后 亲自策划了这门婚事 就是要拉拢索尼家族 共同对付敖拜 因为当时敖拜 有这个专权的迹象 而索尼和敖拜 是比较对立的 而且索尼呢 又是三朝老臣 所以说当时 为了帮自己这个孙子 巩固皇位 跟敖拜更好的 能够斗争 就把索尼的孙女 拉过来了 这样的话 索尼就会更支持康熙了 对吧 可能在康熙和敖拜之间 绝对是倒向康熙了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政治元素在里头 赫舍里皇后长什么样呢 我家里有一幅画像 赫舍里皇后长得 确实不是很漂亮 就那个时代的满族人 还有很多狩猎民族的感觉 小细眼睛 细蜜蜜蜜眼 然后大脸盘 确实不是很漂亮 我甚至觉得 跟我们家族的人 长相还有一点像 就不是那种传统的美女 不像乾隆的复杂皇后 那是一大美女 对 她就是长得一般 但是赫舍里皇后 特别贤惠 特别典型的相夫教词 对康熙也特别的关爱 而康熙那个时候 那时候结婚早 十二三岁 赫舍里给她大一点 大两岁 所以就是一个小姐姐 照顾小弟弟 这次叫青梅如马 所以两个人感情特别好 但是很遗憾的是 赫舍里皇后 二十二岁的时候 生下了皇子应仁 难产 皇子落地 赫舍里皇后去世 所以说 为什么康熙一辈子 对应仁那么偏爱 就是觉得自己 对不起赫舍里皇后 了解他 对 为了给自己 生这个儿子人美了 所以他两次立应仁 应仁犯了那么严重的错 还给他找理由 下台阶 还立他 是出于对赫舍里皇后的思念 就觉得您的儿子 我一定得服上皇位 实在没办法 那所以说 这段故事也很让人感动 咱们老说 无情罪是帝王家 皇帝都三宫六院 没有真情 不是这样的 康熙和赫舍里是个例外 你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呢 因为我去年博士刚毕业 我博士就学的是 满足历史文化 清代历史文化 所以我现在呢 做的工作呢 以教育和研究为主 在各种机构啊 学校啊 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 都开讲 网上有很多我的课程视频 讲历史 讲传统文化 讲这个传统礼仪 讲博学 这是一块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呢 一直在做民族文化传承的工作 因为我呢 是系统的学习了 我们的母语 满语满文 这个会的人太少了 是的 所以现在呢 我也一直在做 这方面的传承工作 比如说我参与了 这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很多清代满文档案的 翻译工作 哦 你也参与了 参与了 参与了 还有就是一些非疑传承 比如东北一些满族聚集区 还有些老人 能用口语 讲以前的满族故事 黑龙江的 何世环老人 这个老奶的 他是国家级的非疑传承人 他能用满语流畅的 讲很多老故事 老传奇 然后我呢 前段时间 我们刚做了个项目 就我和老奶奶一块 他讲满语故事 然后我呢 跟他对话 然后我呢 做很多记录整理 就要把这些东西 出成书 做成记录片 你说的他都能听懂 我们俩 这点是我最感动的 就是我跟他进去 刚一说话 因为我还是有点紧张 因为这个老奶奶呢 他毕竟完全是 那个农村的 东北乡村的满语口语 和我们学的 这个在北京系统的 学的这个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当时我还是 有点担心他听不懂 但是没想到 我一说 我就是用稍微贴近点 口语的方式 用这个书面语 就是 他全听懂了 就刚才我那句 介绍我的姓氏 我的名字 我是哪个旗的 他特别开心 他就说 他说 三爷哈哈嘴 三爷哈哈嘴 就是好小伙子 因为他接触到的 年轻人会满文的 也非常少 包括他自己家的 孙女什么的 都基本不会 后来我们俩就开始聊 聊了有一个半小时 基本上没问题 哎呀太难得了 当时当地电视台 也全程拍 然后当时当地的 那个废仪负责人 当地那个 就是文旅局的 那些老师们 都特别感动 原来就打算 聊20分钟左右 结果聊了一个多小时 老奶奶就一直 在说一句话 当时我眼泪就快出来了 他说小伙子 我这都96了 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等我走了以后 你们一定要把 咱们老祖宗的语言 传下去 然后他就不会说 什么母语啊 什么文的话 就咱老祖宗的话 一定得传下去 我就看到这个老人 我就觉得 我要去做这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这些 心得体会啊 经历啊 感悟啊 写成文字 由传给后世 所以我也出了几本书 是吗 对对对 你比如这本书 这本书呢叫 追着历史走 这是我出的第一本书 只上隔来终绝前 绝知此事要功行 我要了解 唐朝的历史 我一定要去西安 我要了解 北宋的历史 一定要去开封 我要了解 六朝的历史 我一定要去南京 就是我一定要深入进去 包括他现在的民风 民俗文化 都是历史的积淀和传承 对对对 这样才有一个 最直观的感受 硕士毕业以后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不断地走 不断地写 然后一边走一边写 就写各地的自然风光 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 各地的方言啊 美食啊 各种趣闻 反正就是说 把它融合在一块 展示这个地方的 地方特色和风貌 那这本书 今天就这样 就送给瑞姐 您多多指教 太荣幸了 太荣幸了 我给您也写了几个字 满汉双文的祝福 瑞姐 慧存雅正 何家安康 下面这句满文 图门百他 果宁亚达利 万事如意 送给您这个 多民族的祝福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您别客气 除了日常的讲课 和研究工作 一些文化项目的工作之外 我就一直在努力的 也是可以说 不及任何报酬的 去传承我们的 语言和文化 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 都是不可期待的 对的 因为咱们多元一体 各民族都有自己 独特的魅力 所以当我们 汇聚到一块的时候 我们就是 全世界最精彩的一个 而且我还有 蒙古族学统 米尼远 即蒙古的 我说的句蒙古语 我母亲是蒙古人 这么回事 我奶奶也什么 我们家满蒙通婚 我从小 就是多民族文化的熏陶 所以现在我喜欢 做这个事 也有小时候的情节 希望您把这个 民族文化 一直传承下去 好的 我一定要努力 像贺老师这样 执着地学习 并传承历史文化的 还有很多 他们是传承的使者 接过文化的生活 完成数世纪的传越 文化就像一只清泉 一旦有了通道 也就成了流淌的河 他们是成前起后的摄影师 把昨天的故事 装入今天的相册 往事睡了 人们醒着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